6月的毕业潮来临 系纸从一高中也选在5号当天举办毕业典礼 而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学校毕业生的成绩相当优异 并且获得许多奖项 让校方感到相当满意 场面热闹温馨 系纸从一高中选在5号早上举办毕业典礼 地点就在学校的礼堂 许多地方校长以及一碗廖正良都与会参加 校长表示从一的学生平时都认真读书非常辛苦 如今要毕业了 希望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贡献一起之力 麻雀虽小五丈计前 我们老师主任都非常优秀 校长非常用心 我们充办人董事长都非常付出很多 今天很多的系纸期的校长都来参加 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 表示我们从一高中收到地方的支持跟肯定 那姚姐姐有机会祝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盆尘万里展翅高飞 飞得更高更远 我想来实现我们在人生旅游当中 梦想中最佳的理想 那也借着机会祝我们学校校运昌荣 在校生 协业进步 今年我们学生的成就非常的亮眼 我们已经有三个学生推增上了国立大学 其他的学生也都推增上很好的科系 那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呢 彬彬有礼 协作人 协作事 协相处 协求知 对他未来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信他们在以后在大学的生涯里面呢 一定会更有很好的成绩表现 将来能够为社会 为大众来做更好的服务 谢谢大家 因为廖正良特地赶来向毕业生们祝贺 当然也趁这个机会勉励学生 除了要好好读书以外 未来进入职场也要认真工作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而学生们表示 在高中三年里学到很多东西 也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认真读书 将来可以考进理想的大学 我在从医学到做人处置的道理 因为学校比较重视平信 保持课业的进步 才成功繁星到国立大学 所以你到国立大学你有什么想法 很开心而已 有什么绝招吗 有什么绝招吗 要交给学弟学妹 就认真做好老师交代的事 难性磨练的程度会比较好 好到比起一般学校要好很多 而且只要用心的话 每一个老师都愿意 认真专一性质的教导你 我觉得这是在这里学到最多的东西 离歌初上校长也勉励 所有的毕业同学们 无论是进入职场还是继续升学 都要认真努力为自己的前途加油 接下师长所颁发的毕业证述后 毕业同学们就要展开人生的全新一页 接下来我们将戏子长报道